2024年11月22日要闻 洲际弹道导弹 俄罗斯动用新型中程导弹攻击乌克兰 普京号称美国无力拦截 穆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所带来的紧张局势星期四11月21日加剧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 拉蒂米尔普汀表示 俄罗斯已向乌克兰城市地涅波罗发射了一枚新型中程导弹 以回应美国和英国向基辅运送远程导弹用于攻击俄罗斯 乌克兰之前声称 俄军使用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向其发动攻击 但是美国官员表示 他们认为这是一枚中程导弹 几个小时后 普京也承认了这一点 普京在全国讲话中警告说 俄罗斯可能会使用这种射程为800公里的武器来对付那些允许基辅使用它们的导弹袭击俄罗斯的国家 他说 假如俄罗斯发动更多中程导弹袭击 将提前发出警告 以便让平民有时间安全撤离 他声称 美国的防空系统无法拦截这种新型导弹 乌克兰空军称 这枚导弹是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地区发射的 这是一系列范围更大袭击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和七枚学航导弹 乌克兰官员报告说 导弹袭击造成两人受伤 并损坏了地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州的一个工业区 州长谢尔盖·莱萨克·塞瑞埃·雷塞说 袭击击击中了地涅伯罗斯并引发了多起火灾 一名美国官员说 美国最近几天向乌克兰和亲密盟友通报了情况 帮助他们为俄军可能使用星期四袭击中使用的一种实验型中程弹道导弹做好准备 在五角大楼 副新闻秘书萨布利纳 新格Sabrina Singh 证实了俄罗斯发射了一枚实验型中程弹道导弹 他星期四告诉记者 在发射前不久 美国通过核风险降低渠道得到了预先通知 这位官员说 俄罗斯可能只拥有少量实验型中程弹道导弹 当记者星期四问到冲突可能升级时 白宫新闻秘书卡琳娜让PIR Karin Jampier把焦点指向 帮助俄罗斯与乌克兰作战的朝鲜军队 当你考虑将数千名士兵派往前线加入战争时 正如你所知 这些都是朝鲜军队 这是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这是他们的侵略行为 让皮埃尔说 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此外 乌克兰苏美洲州长弗拉基米尔 阿迪乌赫 伯罗黛米尔阿提乌赫 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Telegram上表示 俄军炮击了两国边境地区 并用无人机发动了攻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军防空系统在罗斯托夫州上空 摧毁了两架乌克兰无人机 在福尔加格勒上空也摧毁了两架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 他们击落了两枚英国制造的暴风影 Storm Shadow巡航导弹 罗斯托夫代理州长尤里 斯琉萨尔 优瑞斯雷尔斯在电报平台上表示 乌军的袭击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或人员伤亡 美国地雷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 Lloyd Austin星期三表示 美国正计划向乌克兰运送反步兵地雷 以帮助乌军抵御俄罗斯地面部队的推进 这是美国最近几天第二次改变政策 此前在白宫任期的最后两个月 乔·拜登·周·拜登总统改变了立场 称乌克兰现在可以向俄罗斯境内纵深地区 发射华盛顿提供的远程导弹 乌克兰很快在星期二首次使用这种导弹 攻击了俄罗斯的军火库 奥斯汀在访问老挝期间对随行记者表示 允许把美国地雷运往乌克兰是必要的 因为俄军的战场战术在变化 他说 俄军地面部队成为战场移动的先导 而不是得到装甲运兵车保护的部队 因此 乌克兰需要一些可以帮助减缓俄罗斯行动的东西 俄罗斯最近几个星期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更多领土 奥斯汀说 美国将提供的地雷有自激活和自引爆的控制机制 俄罗斯和美国都没有签署禁止杀伤人员地雷 也就是反步兵地雷的国际公约 但是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迪米特·佩斯科夫 星期三指出 乌克兰签署了该公约 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报道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至少埋设了13种地雷 并在从乌克兰夺取的领土上广泛使用地雷 美国星期三还表示 将向基辅运送另一批价值2.75亿美元的弹药 包括火箭系统 火炮和反坦克武器 这是自2021年8月以来的第70批此类物资 改变政策和追加武器供应 似乎反映了拜登及其国防团队 赶在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欧诺特特朗普上任之前支援乌克兰的努力 特朗普一直对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抱持怀疑态度 并宣布他甚至在上任之前就将结束战争 但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如何结束战争的细节 启用美国远程导弹后 乌克兰在发射英国巡航导弹袭袭击俄罗斯 乌克兰星期三 11月20日向俄罗斯境内发射了多枚英国暴风营 Storm Shadow巡航导弹 这是继前一天 在首次发射美国远程导弹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ekens后 乌克兰获准对俄罗斯目标使用的最新西方武器 俄罗斯战地记者在通讯平台电报Telegram广泛报道了此次袭击 根据他们发布的视频和报道 导弹袭击了与乌克兰东北部接壤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至少可以听到14次巨大的爆炸声 视频拍摄于一个住宅区 画面显示远处升起黑烟 一位不愿据名的官员也证实了该袭击的消息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位发言人则表示 他对此事没有任何信息提供 亲俄的电报频道两名少校Two Majors称 乌克兰向库尔斯克地区发射了多达12枚暴风影导弹 并展示了有清晰可见暴风影字样的导弹碎片照片 英国首相吉尔·斯塔莫·Tierre Starmer的发言人不愿发表评论 英国此前已允许乌克兰在自身的领土上 使用射程超过250公里155英里的暴风影导弹 乌克兰一直在向西方伙伴施压 希望能允许其使用此类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本周在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离任两个月前 吉普政府获得了使用A-Tekens导弹的许可 穆斯克一表示 使用西方武器袭击远离边境的俄罗斯领土 将使冲突严重升级 吉普表示乌克兰需要有能力通过打击 用于支持俄罗斯入侵行动的后方基地来保卫自己 本周这场战争已进入了第1000天 随着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 紧张局势加剧 美国星期三关闭了驻吉普大使馆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严重空袭的威胁 不过美国后来表示 大使馆将于星期四11月21日重新开放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 Sergei Narishkin在星期三发表的采访中表示 穆斯克将对协助乌克兰向俄罗斯领土 发动远程导弹打击的北约NATO国家进行报复 在美国之外 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大使馆也宣布关闭驻吉普的大使馆 加拿大表示已暂停其使馆的面对面服 法国大使馆仍维持开放 但敦促其公民保持谨慎 克里姆林宫对此不予置评 预期特朗普政府的变化 五角大楼星期三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为海马斯、HIMARS火箭系统提供更多弹药 此外拜登政府还免除了美国对乌克兰的47亿美元贷款 拜登已命令官员在明年1月20日卸任前 尽可能地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由于担心后任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会限制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 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最近几天我们已经采取法律规定的措施 来取消这些乌克兰贷款 但国会仍有可能对此加以阻止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 已提出一项反对减免乌克兰贷款的动议 参议院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就该提案进行投票 保罗经常批评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两党大多数参议员都支持援助乌克兰 特朗普已表示他将结束乌克兰的战争 但他没有说明具体如何实现 特朗普还批评拜登对乌克兰提供的巨额援助 交战双方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推动和平谈判 并试图在谈判前取得强势地位 西方国家表示 最近几周有超过一万名朝鲜军队抵达 为俄罗斯作战 这是事态的升级 需要做出回应 星期二十一月十九日 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制造的A-Tekens导弹 攻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的一个弹药库 这促使莫斯科发表强硬言论 宣布改变其核政策 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华盛顿表示 无需调整其核政策 并指责莫斯科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星期三下午早些时候 基辅响起空袭警报 令人紧张不明 但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表示 一项被广泛报道的大规模无人机 和导弹袭击的威胁是虚假的 该机构并指责俄罗斯试图通过在网上传播相关信息 来散布恐慌 清乌以来首次 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乌克兰空军星期四 11月21日表示 俄军当天在向乌克兰发动的一场导弹袭击中 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 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已知俄军首次向乌克兰发射这种威力强大 射程高达数千和上万公里 而且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导弹 基辅本周不顾俄罗斯的警告 首次向俄罗斯本土发射了美国和英国分别提供的远程导弹 因此外界把俄罗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视为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报复 俄罗斯最近一段时间多次威胁称 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他们提供的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将被视为俄乌战争的重大升级 不过在基辅指责俄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 莫斯科并没有立即发表评论或采取行动予以回应 美联社指出 如果俄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属实 这将标志着俄罗斯有史以来首次在战争中 使用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战略武器 美联社认为 由于洲际弹道导弹主要用于投送核弹头的战略任务 因此对乌克兰使用洲际弹道导弹显然有杀机用牛刀之嫌 但是莫斯科似乎在提醒各界俄罗斯所拥有的强大核武库 以及战争有可能升级的前景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拉丽米尔普京 星期二签署一项法令 批准俄罗斯大大降低使用核武门槛的新版核战略 将受到核武国家支持的非核国家 对俄罗斯的袭击视为两者的共同袭击 并可能导致俄罗斯核报复 洲际弹道导弹是俄罗斯三位一体 和威慑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 不过路透社指出 乌克兰空军并没有说明 俄军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携带了什么样的弹头 或者发射的是什么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 路透社强调 无人暗示 俄军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携带了核弹头 乌克兰空军指出 俄军星期四使用多种导弹 袭击了蒂涅波罗士 Dinipro的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 但是并未透露 俄军洲际弹道导弹具体打击的目标 以及袭击是否造成伤亡和损失 路透社援引蒂涅波罗 皮德洛夫斯克州州长 谢尔盖 维萨克 Circulisek的话说 俄军导弹袭袭击 导致蒂涅波罗士一家工业企业受损 室内两处地点起火 并且有两人在袭击中受伤 乌克兰空军指出 俄军从战机上发射了一枚 KH-47M2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和七枚KH-101学航导弹 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六枚KH-101巡航导弹 特别的是从俄罗斯联邦阿斯特拉罕州 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路透社援引乌克兰空军的声明说 声明并未说明 俄军使用的是哪一种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 乌克兰国防咨询公司国防快报提出一个问题 即乌克兰的主要盟友 美国是否提前获取俄罗斯即将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通报 问题是美国是否得到导弹发射及其飞行方向的警报 因为有关发射的此类通报 是防止触发导弹预警系统以及发射导弹 以作回应的先决条件 路透社援引国防快报的报道说 路透社指出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1000天之际 俄乌之间的紧张局势本周急剧升高 美联社报道说 乌军星期三向与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州 发射了数枚英国提供的暴风影远程学航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称 俄军防空部队击落了两枚英制暴风影导弹 六发海马斯HIMARS远程火箭弹 以及67架乌克兰无人机 路透社指出 乌军总参谋部一位发言人表示 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 而俄罗斯官方也没有立即证实基辅的这次导弹袭击 导弹袭击导致的损失 外界也无法得知 在美国总统桥拜登 Joe Biden最终批准乌克兰的请求 允许乌军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ANS打击俄罗斯本土之后 乌军星期二首次向俄罗斯本土发射了ATACANS导弹 莫斯科一再表示 乌军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远离边境的俄罗斯本土意味着俄乌冲突的重大升级 但是乌克兰坚持认为打击俄罗斯支撑清乌战争的后方基地是防卫乌克兰所必须 而且是乌克兰胜利计划的重要因素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星期三宣布 由于收到可能发生重大空袭的预警 当天紧急闭馆一天 但是大使馆随后宣布 星期四起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将恢复办公 美国特使会晤内坦尼亚湖 推动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 据报道 以色列星期四11月21日对黎巴嫩东部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 巴勒贝克赫尔梅尔省省长表示 袭击在该省至少打死47人 打伤22人 在星期四的袭击发生的一天前 美国特使阿莫斯 霍克斯坦 艾姆斯·哈克斯泰 离开黎巴嫩 前往以色列 霍克斯坦正推动以色列与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的战争实现停火 霍克斯坦会晤了总理本亚明 内坦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和国防部长伊斯雷尔 卡茨 Israel Katz 但是目前暂时来自这些会晤的报道 然而 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对路透社 Reuters说 黎巴嫩试图对停火建议做出修改 以确保以色列军队迅速撤出黎巴嫩南部 霍克斯坦星期三报告说 本星期与黎巴嫩官员举行的他所描述的建设性的会谈 取得了进展 参加会谈的包括议会议会议长纳比赫贝里 Naby Barry 他是真主党的盟友 为真主党武装分子进行调节 以色列军队继续展开军事行动 内坦尼亚胡称 行动的目的是把真主党赶出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 武装分子在黎南可能对以色列北部构成威胁 以军向黎巴嫩南部贝鲁特南郊和提尔地区 发出了新的撤离令 以军经常在发出撤离令后发动袭击 军方称袭击目标是真主党战斗人员 加沙停火决议 美国星期三阻止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 有关要求加沙永久停火 并释放以色列人质的决议 称理议的措辞会向哈马斯发出错误信息 美国真诚地努力了数个星期 以避免出现这种结果 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罗伯特 伍德·Robert Wood在投票后表示 我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都明确表示 我们无法支持不释放人质的无条件停火 因为正如安理会此前呼吁的那样 战争的持久结束必须伴随着人质的释放 这两个紧迫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 这是自14个月前 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以来 美国第四次否决有关加沙的决议案 巴勒斯坦代表马吉德·巴米亚 Majid Bowman说 虽然你意的停火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这将是第一步 在暴行发生时否决这项决议是没有道理的 我真的不明白 你是说我们不能支持无条件停火 巴米亚情绪激动地提高嗓音说 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支持战争 你是说我们不能支持不释放人质的无条件停火 这场战争是在释放人质吗 是吗 这场战争甚至是试图释放人质吗 以色列大使丹尼达隆·戴尼·戴尼·戴南说 米亦的文本将发出恐怖分子可以逍遥法外的信息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 不是通往和平的道路 而是通往更多恐怖更多痛苦和更多流血的路线图 达隆说 你们中的许多人试图通过这种不公正 我们感谢美国行使否决权 站在道义和正义的一边 拒绝抛弃人质及其家人 安理会成员国对决议未获通过表示了失望 在15个国家组成的安理会中 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的阿尔及利亚表示 将很快带着更为强硬的决议 重返安理会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了恐怖袭击 随后哈马斯的盟友真主党也开始了行动 哈马斯的那次袭击杀害了大约1200名以色列人 还有250人被掳为人质 大约100名人质仍未获释 不过据信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死亡 在哈马斯袭击后 以色列开始了消灭加沙哈马斯的行动 据加沙卫生部说 以军的行动已经打死了至少4.4万人 据当局表示 自从以色列与真主党的战斗开始以来 黎巴嫩有3500多人丧生 多数死亡都发生在9月末以后 哈马斯和真主党已被美国 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指定为恐怖组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